五则天是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女人 前半生削发维尼玉伙长期被压抑 等到成为女皇帝后各处派人搜集男宠 三千男宠于后宫只为满足女皇帝扑不灭的玉伙 而三千男宠中不仅美男子无数竟然还有和尚 竟然还和女儿一晚用同一个男人 大家好 我是新说时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 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而令五则天没想到的是 他养男宠的事竟然成了天下谩骂之所在 也是 在男权社会中 养男宠无疑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 但五则天并不在意 君正大权在手 风俗之事还不是他说了算 五则天的前半生可谓艰难 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夜观天下 得知武则天日后要做皇帝便将他冷落起来 此后还令他削发为名 远离唐高宗 可谓饱受了屈辱和心酸 正是前半生的过度压抑和屈辱 让他在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时 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的放纵 要将年轻时的遗憾补偿回来 被压抑多年的性欲自然需要释放 如此一来 聊聊几个男宠如何能满足他的需求 于是武则天便下令广泛搜罗英俊健壮的男宠 公开享用 大家都知道武则天在登基的时候已经67岁了 年纪也是非常大的 他也成为了我国古代等级年纪最大的一位皇帝 他也是在为了十多年的时间 而且在他在位期间 虽然经历没有年轻皇帝那样好 但是依然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这也是当时百姓朝臣 没有极力反对他一个女子当皇帝的原因 他在位时期的政绩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位期间 他还将许多贵族势力削弱了 提拔很多出身平民 没有什么背景可言的官吏 扩大了统治基础 同时他还将许多正值有能力的才人收入囊下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敌人节 魏人忠 张俭之等等 所以单从这些地方 我们就能看出武则天算是一位好皇帝 但是也有许多人对待武则天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 因为他当上皇帝的手段非常残忍 俗话说得好 虎毒尚不食子 但是武则天竟然对自己的儿子都能痛下杀手 大家都知道他一开始丈夫其实是李世民 在李世民死后 他却成为了他儿子李治的皇后 在李治死后 武则天这时候已经掌握大权了 所以让他的儿子当上皇帝之后 又让他善慰 最后自己当上了皇帝 这样的手段的确是不怎么光彩的 虽然武则天在当了皇帝之后 的确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但是他晚年生活却非常迷乱 所以这个也是后人对他评价不好的一部分原因 其中让人议论最多的就是武则天晚年的那些男宠们 虽然古代男性皇帝妻妾成群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封建社会男性地位比较大 而且对于男性皇帝来说 拥有三宫六院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他要为皇族传宗接代 而武则天作为一名皇帝拥有男宠也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 他是一名女性 女性做出这样的行为是要被人辱骂的 而且你还身为皇帝 高高在上 所有人都会盯着你 你还干出这种事 更是让人觉得可耻 所以作为一名皇帝 更加不能整日沉迷在这些事情上面 当时武则天的男宠更是被引起很多大臣们的不满 其实武则天的男宠并没有很多 更不像男皇帝那样妻妾成群 其中最为出名的男宠也就四位 大家应该也在电视剧上看到过 那就是张昌宗和张一之两兄弟 还有薛怀义和沈男了 书中记载 武则天与冯小宝在景台戏后 冯小宝怜香惜玉 经常帮武则天到景中打水 你来我往 二人就这样熟悉了 由于两人都是半路出家 根本抵挡不了世俗的诱惑 冯小宝又偏偏爱吃肉 经常打山鸡送给武则天吃 就像现在年轻人谈恋爱说的 要俘虏你的心就先俘虏你的胃 冯小宝三天两头弄好吃的东西 偷偷送给武则天 武则天也经常借景边打水之名 与冯小宝优惠 在武则天回宫之后 还经常暗中与冯小宝 偷偷摸摸地来往 直到高宗去世后 武则天在后宫广纳南宠 而他那位落难时的知己 冯小宝就是他第一个男宠 武则天任命他为侍从 和冯小宝一夜同整共联 武则天母女共用一个男宠 冯小宝入宫后 与武则天优惠十分不便 因为他不是氏族出身 武则天就想方设法 改变冯小宝的身份 赐他姓薛 改名叫薛怀毅 不光如此 武则天还让他与太庭公主的 丈夫驸马薛少连宗 让薛少称他为叔父 这就大大抬高了薛怀毅的地位 但是得宠的薛怀毅 并不忠心于武则天 根据书中的爆料 薛怀毅在外面包养了很多情妇 还生育了十几个子女 但其中最大的情人不是别人 正是武则天的女儿 太庭公主 薛怀毅成了武则天母女共用的男宠 得到武则天母女的信任后 薛怀毅气焰十分嚣张 骄横傲慢至极 还借机打压武则天的其他男宠 武则天此时对他已经逐渐厌恶 而太平公主也劝告武则天 说薛怀毅只是市井无赖之徒 根本不值得宠幸 否则会被千秋万代讥笑的 最终薛怀毅落得个乱棍打死的下场 不仅如此 武则天还命人将薛怀毅尸体送到白马寺 烧成灰烬 何在你里建造佛塔 沈南辽就是一个比较悲剧的人物了 因为被武则天看上的时候 沈南辽已经是中年了 虽说容貌也很出众 但是体力肯定还是有些跟不上了 后来因为体力不足 早早病逝了 说到张氏两兄弟 他们可以说是晚年武则天最宠爱的人 武则天经常和兄弟俩在一起 这两兄弟因为武则天的喜爱 在朝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他们二人虽然长相出众 也有一些才华 但是入朝为官还是完全不够格的 最终因为在朝中身居要职 却整天不做正事 只顾着吃喝玩乐 最终朝臣纷纷上奏 想要废除他 后来随着武则天的退位 张氏两兄弟也被张简直杀害了 武则天养男宠有一个原因 还是想要采养补婴 退位以后的武则天 因为没有男宠在身边 也没有了权利的陪伴 最终郁郁寡欢 很快就去世了 不得不说古代社会对于女人 实在是不公平 即使女人当上了皇帝 有些事情男人可以做 女人做了就会被世人所不齿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 古代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罢了